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游易的职场情商课 作为销售管理者越越消惯 但领导就是不满意 又不给明确的方向 我该怎么办 我就会想领导为什么不满意 他肯定不是作为这个销售业绩上的一个不满意 那就是其他方面的一个不满意 沟通沟通 然后问到老板的一个方向 或者通过老板身边的人迂回一点的去 问到为什么不满意 或者说了解一下 对 了解一下 然后再问到一下明确的一个方向 我看完那条题之后 我其实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要看他这个领导是不是这个企业的企业主 如果这个领导是企业主 他还不满意 那我就辞职走人 如果这个领导不是企业主 这个领导不满意 我会越过他找企业主 我告诉他 我说销售管理者 他还对我有意见 你看怎么办 因为我只对这个企业负责 其实这个企业是这个企业主的 销售管理者并不是紧看业绩的 有可能他拿着最好的资源 所以他在这销管 或者说他有没有组好团队 有没有带好团队 是吧 有没有拓展新的用户 他的用户结构 这些都有可能是不满意的原因 他的这个回答呢 有一些像 就有一些像34岁的人的了 刚才呢是职场小白 现在呢又有点过于油滑了 你说了 我要迂回地去问领导 找别人 这个呢也是会体现出你 其实本身性格里 是没有那种主动 面对事情的一个能力的 我觉得这一点呢 就是可能也透露出了 你这么多年 也没有找到方向的这么一个 可能在他过往的职场经验当中 没有过类似这种 直接去面对领导的经历 对 他应该也是 没有这种经验的 也没有这种经历 来 第二环节的最后 请三位留灯的企业家 做出选择 好 祝贺你 赵小叶和刘志明 为你留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庆宁为你提供的是一个 那个就是销售经理的岗位 地点在成都 我的底薪是4500 我们是都是底薪加提成 我们提成是按照销售额的1% 我们给到的薪资呢是5000加 然后呢这个是你的工资加绩效 我们有一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薪资是浮动的 如果你没有完成 就会不断地往下降级 如果你提升的话 当月你就可以去申请你那一集对应的那个标准的 地点呢 在北京 在清宁影视和随风奔跑之间选择其一 或者谢谢再见 好 那你的选择是 谢谢 对不起 好 很遗憾 其实我到最后一刻还觉得你可能会选择刘志明 那为什么最后谢谢再见拒绝了呢 销售的话 可能说一线销售的话 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目前来说不适合我 真的希望你不要像你的名字那样 游易 但是呢你一定要专注 因为你再往下走的话 在一个行业里边专注走 而且你选哪个都专注 别来别再游易了 好吧 在此也感谢游易来到《非你莫属》 谢谢